Vin News每天给你最有趣的新闻时事报导 韩国女团TWICE成员彩英穿上有象征纳粹的万字符号的衣服 在国外引起粉丝的强烈不满 她也在Instagram上公开道歉 彩英的道歉文中表示自己并未认知到衣服上的符号意 并表示这件事情让很多人感到担忧 她深感抱歉 彩英所属的JYP娱乐公司也针对此事发表了道歉声明 让韩国媒体认为相当罕见 彩英的衣服上的符号是旋转45度的万字符号 是纳粹党的象征 在西方世界 这个符号已经被禁止使用 因为背后的意义代表着一段沉痛的历史 此事件引发国外粉丝的强烈不满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要求彩英道歉或说明 虽然彩英已经发表道歉声明 但批评声让人难以止息 有人质疑彩英是否缺乏历史常识 并应该好好检查身上的衣柱 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 另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公司与彩英都已经迅速处理此事 并且道歉了 希望彩英未来能更小心再小心 对此事件 彩英的道歉文以韩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发表 显示他十分重视海外粉丝的感受 此外 公司也针对此事发表道歉声明 也显示出公司对此事的重视 这件事情也让韩国娱乐圈再度受到关注 提醒艺人在衣柱和言行上应该更加谨慎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过去韩团不是仿旦少年团的成员自民 也因为一张旧照片 穿住印有广岛原子弹核爆照片的T-shirt 在日本引发宣伦大波 防弹少年团也因此受到影响 日本所有节目暂停请他们上节目宣传 Music Station甚至直接取消他们的通告 防弹少年团的经纪公司 Bighead在之后终于对这一一串的失误道歉 强调他们不支持战争 援爆 也不支持纳粹等极端政治倾向 表示对因为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 给予伤害而道歉 为了止血不让声誉再受影响 成员自民也在演唱会上向粉丝道歉 防弹少年团是全球知名的韩团 在日本开展巡演 吸引了近5万人到场追星 不过他们的巡演因成员自民 曾穿住原爆炸的旧照片而引起了争议 网友们开始对其进行谴责 日本的节目也纷纷取消邀请 此外他们也因此可能会无法登上年底的红白舞台 就连其他的韩团也有可能会遭受千年 为了澄清事情的真相 防弹少年团的经纪公司Bighead终于发声明 承认这一连串的失误 表示当时确认并非是以伤害原爆受害者意图 而制作原爆踢射 因为公司事前验收不足 深感抱歉 他们也在道歉声明中强调 防弹少年团以及所有旗下一人 都没有支持战争或是原爆的意图 也没有要伤害当时的受害者 也不支持纳粹等极端政治倾向 为了避免影响海外市场 经纪公司和成员自民 也在演唱会上向粉丝道歉 希望能够止血不让声誉再受影响 新闻溢出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网友留言 韩国人一天到晚抓日本人续日齐 结果自己在穿纳粹 韩国艺人怎么 一直有这种穿衣服的问题啊 韩国经纪公司虽然面向海外 但是对于这种要注意的话题 根本没在注意 要闯欧美这种基本常识应该要有 敏感符号当然能避就避 但居然有卖这种衣服 人刺心是一堆代表公司早就放牛吃草了 他是闭着眼睛挑穿衣服的吗 也太没常识了 每个地域敏感点不一样 但是错了就是错了 大家对于彩银身穿纳粹万字符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loose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